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次的疫情是從5月14號開始 陸陸續續有些重症病患入住 有點要達到那個醫療體系崩潰的那種感覺 害怕病人救不回來 跟死神搶不到人 我要進去做採檢 所以我們做一下檢查 辛苦囉 再下一個 再噴個酒精 因為剛剛那位抽不到痰 所以就是有把那個氣管插管給打開 那打開的時候就 它如果有咳嗽就會有一些氣溶膠會跑出來 那可能在我們抽痰的過程當中就會 站在衣服上 或者是髮帽或者是面罩 所以就要換一次 走走先塞一下 一 二 好 好 好 病人最多的時候 胸腔劑重症的專科的醫師 總共是有五位投入 過往的話 每一個人應該可以照顧 十到十五位的病人 現在就變成說只能照顧六床病人 就是說擔心沒有辦法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治療 好 我來了 我來了 好 我怕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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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它是照顧她媽媽 就被傳染這樣 所以就家人覺得說 因為她很孝順 就是說要我們一定要救她起來 好 我來了抽痰囉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我們先坐 等一下 好 再給我消息一下 東西了 抖走 抖走 前兩三天我真的是束手無策 前兩三天我真的是束手無策 我也很難過 一直想辦法這樣 一直想辦法這樣 我覺得害怕是害怕病人死掉 就害怕病人過世 就不回來 那種恐懼是感覺是跟死神搶不到人這樣 死缺弦還好嗎 死缺一百 空聲 我慣一點 normal setting 好我來 雅之照相 哇過癮 有救了有救了 太好了太好了 有救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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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這個抽完彈他就火了 真的非常感謝 大家不離不棄 能夠撐到現在 撐到這個疫情能夠順利的過關 因為看我一個人真的撐不下去 因為就是有團隊像呼吸治療師 還有護理師 他們都陪我出生入食 我看得到 快到 最開心的事情就是 又救回來一個病人 真正的恐懼跟害怕 其實不是自己的自身安全不安全 只是害怕失去病人